好,来,三,二 举办了台中厂的粉丝见面会 可是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好奇怪 因为我那天在台中厂的时候 就有人讲说 瑞尔姐,你怎么没有去饭店啊 盛大举行 因为那天我们邀请了一个贵宾 这个贵宾是保师傅跟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就是台中顶月极品的主厨赖远辉赖主厨 赖主厨到了现场之后 赖主厨就一直皱眉头 赖主厨说瑞尔姐,你怎么都没有来麻烦我们呢 他说我们顶月极品是花五亿元盖的一家独立餐厅 他说我们这个宴会厅 好适合你们办超级美食家的粉丝见面会 我听了之后我就笑了 我说好了,再下一个十年 就如果超级美食家开播 还有下一个十年的话 我们就敲锣打鼓举办好不好 因为我个人 这其实是我个人的习惯的问题 因为我都很不喜欢走到哪里到处去打扰别人 然后我自己会认为说粉丝见面会这件事情 是我跟粉丝 还有我跟咖啡大师 也就是租借的老板 庄红章我们的约定 那这个约定讲出来之后 我其实就要做到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台中小旅行 而且我们也私心自用 因为那天红章其实对我非常的体贴 红章说瑞尔姐,你早一点来台中 然后我们一起去湖南味 去吃阳春面跟卤味 然后再去办粉丝见面会好不好 哇,郑重我心,郑重下怀 我有跟听众朋友讲 因为我去台中只要是有空的话 以前现在其实都没有空 因为现在只要到了一个地方 就邀约都会很多 我记得以前我跟宝师傅两个人 最喜欢就是到了台中之后 先去华美街 先去吃湖南味 而且以前在吃湖南味的时候 就是在地朋友带我们去的 我们去了之后 我们就很有感觉 很有感觉的原因是因为 这家卖湖南味 你就知道它卖的是湖南 可是它其实不是湖南菜 它卖的东西很简单 听众朋友 只有牛肉面 阳春面 还有卤味 还有四川泡菜 而且这个泡菜一天就泡两坛 就是那个酒坛 然后一份20元 我都还记得以前早期 好像还更便宜 它就给你一个空盘子 你自己就去夹 你有本事 你就把堆高高 好像叠叠乐一样 随便你都可以 然后我们其实去湖南味 不太会吃牛肉面 我们其实吃的就是阳春面 配上卤味 我曾经看过有这个美食家 在夸奖湖南味的卤味 说湖南味就是做的很好的干式卤味 天哪 我从小到大卤味就只有一种 没有什么干式跟湿式 湿式搞不好就是年轻人 你们去夜市会吃到的像类似灯蓉卤味 就是把一些食材放进卤汁里算一算 大家就说那是湿式卤味 其实以前早期哪有什么干式跟湿式 卤味就是卤味 卤味就是用很好的卤汁 然后很多的食材 然后去卤 卤完了之后 然后把它吹干 刚呼一点 会把它涂上一点麻油之类的 然后把它风干 风干了之后 你就可以吃 冷时热时都可以吃 就是这样子的卤味 然后我喜欢湖南味 多年来卤一日 我那天其实又去了湖南味的时候 我发现它其实有做小小的改装 我觉得以前他们家的外面 就是应该是说他们家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餐厅有走廊之类的 就是因为它这个是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扩出来的 我那天进去的时候 我说都已经一气呵成了 而且窗名激进 他们家有一个很明显的东西 就是竹面台 他们家有一个好大的竹面台 听众朋友 搞不好你们已经看到了 我在YouTube上频道所上传的 王二瑶与保湿户湖南味的 那个这段影片 因为现在拍影片 大家都习惯把手机拿直 并没有用横拍 就是直拍 那直拍我也是用一种方式 让大家知道 它这个竹面台好大哦 因为它要用大锅竹面 然后呢 它的生意非常好 所以它的这个空碗 还有这个碗里面 已经装满了调味料 好像阅兵一样 一整排排列起来 还有他们家竹面 煮的都是硬面 好吃的 而且呢 他们家竹面上桌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我好像来到顶太风 因为呢 只有在顶太风 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品牌 顶太风呢 他们家的面条煮好之后 在放进碗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面条被它整理成 一条一条一条 我们会讲说是梳子面 传统的讲法就是梳子面 好像那个梳子哦 那个木头梳子的那个牙齿 很整齐 一排一排一排的 然后呢 卤菜区更是 卤菜区呢 老板娘都一直站在里面切 而且呢 它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柜子 这个柜子呢 就把乳味展开来 那所以那天呢 我跟庄宏章跟保师傅到的时候 我其实好久好久没去了 保师傅就有跟我讲 保师傅说 他有时候来台中 会去宏光 会去宏光做评审 还是去做客座老师的时候 他呢 都会偷偷挪一点时间 来湖南味吃面 可是呢 最近两次 他都扑空 因为我们都只有在这家吃 好 那所以我们这次呢 11点 他其实11点开门 听众朋友 我们大概11点不到 我们就到了 里面已经坐了一半的客人了 即使是表定11点开门 大家也都是争先恐后 来吃湖南味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网络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连吃一碗阳春面都这么开心 听众朋友 我自己在帮湖南味露营的时候 我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 没有油葱酥 没有肉燥 真正的外省阳春面是什么呢 真正的外省阳春面 只有猪油跟葱花 好 那如果呢 老板再大方一点 搞不好还会煮一点点小白菜送给你 就是这样子啊 好 然后呢 他这个汤底呢 就是酱油汤底 好 说不定跟这个乳牛肉的这个牛肉 我其实不会这样预期了 很多人搞不好看到这家有卖牛肉面 就说 他的阳春面里面 好 有牛肉汤底 我不会这样预期 可是搞不好 他的这个汤底里面 有加一点点他们家自己的卤汁 好 可是也很难说 因为湖南味的卤味非常的淡 他的卤味 好 呃 几乎是没有味道 好 就是没有说很重的酱油味啊 很重的盐味啊 还是很重的这种八角花椒的味道 没有 他们家就是卤上一个颜色 然后呢 会特别淋上 他们家的这种淡淡的卤汁 然后还会撒上一点点斜切的青葱 这么多年以来 全部都是这样子 都没有改变 连葱花都斜切 斜切的葱段撒在上面 所以我那天跟保师傅 我们跑去吃的时候 保师傅就很感动 保师傅说 他上次两次都扑空 都没有吃到 然后呢 因为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刚好我们在选卤味 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吃饭的规矩 就是你先去卤味台 先挑选卤味 这卤味当然有卤牛腱 然后有 有这个内脏 然后也有豆干 卤到穿孔的豆干 他们家的卤味都偏比较软 因为我们那天去的时候 这些卤味都是早上现卤的嘛 还有猪耳朵之类的 都比较软 大概十几种 然后保师傅就在讲说 他来两次都没有吃到 因为游戏规则就是 你去选卤味之后 你又要加泡菜 然后你吃什么面 然后就直接结账 结账之后就坐到位置上去等 保师傅就在murmur的时候 老板娘就说 我们还有另外一家 他说呢 我们现在已经分开来了 就是我刚才讲的 华美街的这一家 他只有做中午 十一点开做到下午两点 然后另外一家 就会开到晚上 可是我们都习惯跑到这家了 然后呢 这么多年来 来到这家店 这家店都是窗名激进 我就很佩服 这个开小吃店的人 他们会把桌子 刷得很干净 地板也刷得很干净 墙壁也弄得很干净 然后所以你一进去 你吃东西就很安心 而且呢 味道都很实在 并没有很特殊的鲜味啊 甜味啊 咸味啊 香味 没有 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味道 所以那天呢 老实讲 要去台中办粉丝见面会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去湖南会吃阳春面 听众朋友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心情 你们陪我玩 我也自己玩 然后度过了一个很快乐的下午 其实呢 在去台中之前的这几天 都很忙 很忙碌 忙碌的原因是因为呢 有很多事情 就不断地排进来 尤其是去台中的前一天 我去了桃园 去桃园干什么 去桃园看我的高中同学 姚昆君演戏 我自己真的是很疏忽 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很糊涂的人 怎么说呢 因为呢 有好多事情 我以前在做记者的时候 我都很专注在跑我自己的路线 我自己会回想我自己 就说 我都没有好好的这个品味人生 我也都没有好好的打开我的感官 或许有的人会讲说 瑞老姐 你这样讲怎么会对呢 因为我一辈子 我所主跑的路线 都是吃喝玩乐 不是美食 就是旅游 可是关键是在于工作归工作 玩乐归玩乐 当你在工作 尤其是工作模式开启的时候 你其实自己是没有在enjoy的啦 你其实想要一直不断的问问题 想要发掘一些东西 其实并没有沉浸在里面 那所以呢 最近这几年呢 因为呢 结识了很好的朋友 钟军彩 动箭体的总监 军彩 然后呢 也重新跟我的高中同学 姚昆君 就是剧场女王台大教授 跟姚昆君联络上了之后 其实在最近这一两年 有积极的走进戏院里面 去看戏 去看舞台剧 我有跟听众朋友讲 有一些事情 你可能一辈子 你都不会想做 对不对 搞不好有人 一辈子都没有走进 走进这个剧院里面 去看舞台戏 会认为说 我怎么看得懂啦 我怎么坐得住啦 我不感兴趣啦 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啦 或许一开始都有一个 小小的这样子的抗拒性 可是我自从最近这几年呢 就是跟上了钟军彩 因为我都很想 我最喜欢讲一句话 可是这句话 曾经也有人打我的脸 我说记者是干什么 记者就是专门在偷别人的人生 记者就是专门在偷别人的人生 为什么 因为我花了很少的时间 你把你一生 最重要的经历告诉我 还是传递给我 让我写成文字 然后也让大家来分享 所以其实记者 其实做的就是小偷的工作 当然这是好的记者 才偷得到别人的人生 所以我自己呢 很喜欢黏着军彩 因为钟军彩呢 在11月底 就是在前几天 礼拜六礼拜天 总共看了五场戏 从礼拜五晚上开始 对他来讲 他当然是一个戏痴 在他还没有做这个表演团体的总监的之前 他就是一个戏痴 他就到处看 可是呢 军彩在很久之前就跟我约定 说要带我去桃园 去看一出戏 这出戏的全名叫做 Re 亲爱的人生 然后呢 因为我前一阵子真的好忙哦 我忙到我都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然后等到我要去桃园的前几天 我才恍然大悟说 啊 这出戏是我的高中同学姚昆君主演的 然后等到我人到现场的时候 然后呢 跟钟军彩在聊天才知道 啊 原来这出戏 就是几个月前 姚昆君一直都不在国内 姚昆君呢 跑去法国 跑去德国 去做国际巡演 就是在巡演这一场亲爱的人生 我那天看完之后 回到家里 老实讲已经蛮累的 而且事情很多 要累积的东西 要在FB跟大家发表 可是我还是 po了一篇文章 就在讲说 真可惜这出戏 这出戏 在国外 获得很高的评价 可是呢 回到台湾来演出的时候 天哪 大家呢 人数很少 获得的回想也很少 我自己真替这出戏 觉得可惜 然后呢 也对我自己的疏忽 有一点点责怪 就是我应该早就要请昆君 来跟大家聊 亲爱的人生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这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昆君要来聊 马文才怎么办呢 之后 年底的戏 你再通报一下吧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要怎么样 培养一个人 我们经常会在讲说 哇 这个人对于美学 有很高的遭遇 这个人呢 看东西有非常独到的眼光 还是说这个人 好有品味 好会生活 还是说这个人 好有厚度 听众朋友 我们要请 这个胖胖树 王瑞瑶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因为他又出了一本新书 叫历未亚的礼物 这本书的厚度有三公分 这本书呢 我拿到了手上 开始翻第一页之后 就没有办法停手了 他呢 所有的这个书里面的 这个章节 除了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之外 还引经据典 里面还有很多名句 这个其实都不是一朝一夕得来的 我们其实很喜欢看到 就我们很喜欢趋近一些人 这些人呢 有的人都出口成章 然后有的人呢 学富五居 然后他又可以利用在这个生活里面 作为你的人生导师 还是说你有时候接近这些人 你觉得好开心 你可以获得好多东西 有的人的脑袋好清楚 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未来 还是自己要往哪一个方向发展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靠日积月累 我觉得现在在台湾 还是说现在普遍的一个状况 就是大家都过分 过分依赖网路 可是老实讲 网路的资讯很片面 而且呢 你跟手机 还是你跟电脑的接触面 是冷冰冰 没有感觉 那天呢 我跟君才呢 在桃园看完了亲爱的人生的时候 钟君才就忍不住讲了一句话 钟君才说 我们台湾的这个教育 很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其实对于我们自己的 像这样子的一些戏剧 表演 有关于艺术 关于美的层次 大家其实都很局限 是不是很局限 我们通常在形容 哇 这个东西好美哦 我们最常使用的形容词是什么 哇 就像林志玲一样 林志玲其实就是一个标准 可是难道美的形容 只有林志玲吗 我们其实都很窄化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那天看完了亲爱的人生了之后 君才 因为君才都在跑这个剧院 他都在这里面走来走去 他都会很惋惜说 哦 这么好的戏 都没有人来看 没有人来捧场 的确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要慢慢宣导跟教育了 就像那天我们去到了这个桃园的展演中心 这个展演中心就紧邻着 现在桃园很夯的一个景点 网美网红景点 就是桃园势力图书馆 听众朋友 去年的时候开这个图书馆 然后找了好多网红网美去开箱的一个图书馆 我们其实就顺便跑到这个图书馆里面 这图书馆还有人读书 因为很害怕 很多人都跟网红网美一样 都只有进去拍照 进去到此一游 我那天其实进到了这个图书馆的时候 我其实一开始 因为他外面那个建筑很独特 我听说有人形容他的这个外面的建筑像金阁寺 金阁寺是什么 就是金碧辉煌 金光闪闪 可是我一进到之后 我觉得用金阁寺形容也是不伦不类 我们这个对于怎么说 我们其实涉猎的太少 所以当我们要表达 抒发我们内心的情感的词汇 文枣也太少 就像有人就在骂美食家 最好吃的永远都是皮薄肉多 最好吃的永远都是入口即化 那可是还有更多的词枣 我们可以使用吗 还是我们可以写出更多的东西 让大家感到共鸣吗 我先形容一下这个市立图书馆了 这市立图书馆的建筑 这都是军才讲给我听的 他说他这外面这个建筑 使用的是一种环保的材质 那所以呢 你在你在看的时候 他有一点棕色绿色黄色之类的 这些线条交错 那之后我们有跑到这个图书馆里面去 然后再近看 才知道原来是怎么回事 好我先讲到这里 然后他这个建筑的这个 的这个结构 就他的这个建筑的这个样式 其实算蛮时髦的 你可以站在一些角度拍照 他的确是有禅意 他的确是有一种寺庙感 我要这样讲 听众朋友就知道 因为跟他的颜色 还有跟他的造型有关 然后进到这个图书馆里面 我自己很感动了 感动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分门别类很清楚 他呢比较低的楼层呢 就是青少年还是小孩子喜欢的 比如说像是童书 比如说是漫画专区 然后继续往上走呢 就有一些比较细的分门别类 我其实很高兴在里面看到了 这个桃园作者区 我们去的是桃园市立图书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一区是桃园作者区 然后甚至呢 有一区是客家区 特别的啦 特别的客家区 本来那天军彩是要带我直冲到楼上 他说因为这栋建筑 有一个东西很有名 有名的就是他的这个 最顶楼的花园 可是这花园还没有开放 等我一下 好 可是呢 这个花园还没有开放 可是就是因为这个花园还没有开放 所以我们很意外的 一层一层搭上手扶梯 每一层我们都参观了 这次我们去看戏 还有我的高中同学 另外一位高中同学胖妹 听众朋友呢 如果是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粉丝就知道 每次只要讲到去看戏 尤其是最近这几次 就会聊到胖妹 胖妹呢 是一个篮球果手 长得好高大 184公分的一个妈妈 然后呢 这个胖妹呢 他以前在之前 我们以前好久好久没有联络了 也是最近这几年看戏的时候 高中同学才有联络 胖妹就在讲 他说他最喜欢看舞台戏了 我那时候一听的时候 我本来很吃惊 我想说一个运动选手 哪里有耐性 坐在这个黑黑 因为我自己就没办法 因为老实讲 因为我的眼睛不好 我一直都有一种青光眼 要被诱发的感觉 尤其是坐在暗处 然后看这种亮点 然后胖妹就会跟我讲说 他其实一直都很喜欢看舞台戏 这是他的习惯 然后也因为是这个样子的关系 我就讲说好吧 以后只要有好的舞台戏 只要是中军才推荐的 还是姚昆君演的舞台戏 我们就去追星 因为昆君呢 是我们的高中同学 可是昆君呢 也是明星 我们就去追星 所以那天呢 我们其实图书馆 晃到一半的时候 胖妹就说 你们上去 我要坐下来看书 我很吃惊耶 我说真的 我说胖妹 你要看书 他的确有引诱你 坐下来读书 这样子的氛围 就是这个图书馆 真的有设计到 这样子的功能 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走到了一区 这区里面放的书 都是中阴对照的书 我自己信手 拿起一本书的时候 我也很想一屁股坐下来 因为整个空间环境很宽敞 即使人多也不会很吵 而且他有划分 因为大家知道图书馆 也有K书区嘛 然后也有一般的这种 馆藏 就是这些图书 我自己就忽然间觉得说 身为桃园人 这是一种幸福 或许看到一些网红 还是看到一些新闻报道 都在讲这个图书馆 多漂亮 他拍照有多美 可是当我们自己沉浸到这个图书馆里面的时候 你真的有很深刻的感受 这个图书馆真正要发挥的功能 好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真的好意外好意外 跑去桃园做了小旅行 而且这个小旅行的范围很窄 就只有桃园的市立图书馆 还有桃园的展演中心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有问军菜 我说台北有这样子的图书馆 中军菜说有 就总图 就中央图书馆 我说可是中央图书馆 我进去的感觉很肃穆 听众朋友 还是我太久没有去中央图书馆了 我觉得我们其实对于我们所生活的 这个城市里面的点点滴滴 好像都没有很认识 这就是要给大家不断的推荐小旅行的原因 然后我这次去了桃园市立图书馆之后 发现人好多 里里万万人山人海 然后因为外面也在举办市集 因为我们刚刚好撞到万圣节 听众朋友 今年的万圣节好热闹 对不对 今年我从来都没有感受到 万圣节原来在台湾变成一个 像是这种中秋烤肉的全民运动 大家都在玩起来 所以那天我在图书馆外面 好多人 而且这图书馆的一楼有鸟鸢书店 鸟鸢书店旁边就是星巴克 我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对我来讲 我觉得冲击很大 一边在喝咖啡 然后一边在读书 有一个很冲击的感觉 在我们以前 在我们年纪小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进图书馆 都是毕恭毕敬 对不对 你怎么会想到有一天 居然可以一边吃东西 一边阅读 你所想看的所有的书籍 这是你没有想到的事情 然后呢 之后呢 我们就往这个展演中心前进 往这个展演中心前进的时候 人就少了 而且忽然之间变很少 可是要跟大家讲 这个展演中心 现在也有一些展览 而且这些展览有人导览 我们其实是去展演中心上厕所 我光是站在外面等 这个五分钟不到的时间 我就听到有年轻的人在做导览 然后一堆人跟着 在逛这里面的这个展览 很有趣 因为我只有听到很片面的一段 这个东西也是现在很流行的 怎么说 因为我也看过类似的 在马祖 我看过类似的 就是艺术家会记录 记录一些水文 水文是什么 就是记录河啊 溪流啊 流动的样子 然后他记录很久很久 然后用缩时的方式来记录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记录影片 告诉你他所要传递的 这块土地 还是这个水流 还是说 其他的有关的零零种种 可能也包括污染吧 之类的东西 就是他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 缩时影片来讲故事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 这样子的影片是在马祖 而且是在马祖 在去年的马祖艺术季 去年还是前年的马祖艺术季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很震撼 因为马祖的这个展览厅 更夸张 因为马祖有很多废墟 都是军事用 以前是军事用途的废墟 然后就在军事用途的废墟里面 就投放这些影片 我到现在我都还觉得 那个冷嗖嗖的感觉 从这个脚底 这样子爬上来 然后配合这样子的影像 然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跟震撼 听众朋友 我今年 我是民国55年次的 我其实快要60岁了 对不对 可是对我来讲 这个世界的新奇的东西 没有改变 没有减少 很多人其实都会把自己 画一个框框站在里面 就说这个我不熟悉 这个我不喜欢 我其实很不喜欢 听到人家讲我不喜欢 没有什么喜欢跟不喜欢 我觉得身为在世 能够成为人 而不是一个动物 而不是一颗植物 而不是一个微生物 我觉得身而为人 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行动自主 你的感官自由 你可以到处去接触 你熟悉的或者是不熟悉的东西 然后在这里面 你会获得很大的感动 就像这次我自己很后悔 自己没有提前宣传 亲爱的人生 这出舞台戏 我就觉得有一点后悔 因为这个戏都已经演完了 因为之前很怕讲很多 是怕透露出剧情 让大家觉得说 你怎么都讲完了 那我还看什么 其实并不尽然 老实讲我算是看舞台戏的小学生 幼稚园 我都认为我是看舞台戏的幼稚园 因为我看的戏很少 其实没有资格做任何的评判 或者是评论 可是对我来讲 我就很喜欢 就是看完戏之后 好看跟不好看是其次 可是你可以在戏里面 有一些感动 这些感动 搞不好是那个年代你知道 因为搞不好有一些舞台剧 他们的年代都很久远 不是你的年代 可是你听过你知道 这个东西我有一点熟悉 有些东西 我觉得很面善 很面善 然后呢 有些东西会打动 打动我 然后甚至会让我一直想 不断的想 那因为这个亲爱的人生 这一出戏 我也是那天才知道 跟我们超级美食家的一个好朋友有关 这个人呢 就是被韩良录 夸奖为全台湾 最会做意大利料理的主厨 王嘉平 这出戏的导演 就是王嘉平的弟弟 叫王嘉明 王嘉明非常有名 听众朋友 我真是有眼不是泰山 我那天 因为回来的时候 昆君坐我们的车回来 然后呢 我觉得在跟这个大师在聊天的时候 这个大师一定都觉得说 你是刚出生了 搞不好连幼稚园都不是 就是在台湾的这个舞台剧里面 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 其中有一个就是王嘉明 他搞半天就是王嘉平的弟弟 而且王嘉平呢 现在人在意大利 王嘉平呢 因为没有赶上他弟弟的这出戏 可是呢 王嘉平呢 有在他的FB里面有写 他说只要去看戏的人 他都要免费送六个烧饼 那所以一开始呢 就有人误会说 瑞尔姐你是为了烧饼去的 我再不是为了烧饼 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烧饼的事 我也不知道他们兄弟的关系 那这出戏老实讲 他的演法很生活化 这点也是 因为现在大家会发现 你去看舞台戏 会发现这些演员 越来越不像演员 因为他们不像在演戏 你不会有这种演戏的张力 他们就是一种很自然的 这种生活化的演出 可是关键是在于台词 在亲爱的人生的这出戏里面 台词打动了我 他们在形容景观 他们在形容味道 他们在形容一些 五官的感受 演员在念台词的时候 我都有一种 这种就是场景 忽然间 你知道跑到我脑袋里的感觉 就可以知道 他们写对白有多么的细腻 他们甚至在这个演出的时候 在教人家做一道鸡料理 这个鸡放到锅里炒的时候 盖上锅盖的时候 全场一片安静 为什么 因为要闷啊 闷怎么能讲话呢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这一段广告再回来 最后一段六分半哦 好 准备来了 三二 我是网人杨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既然是桃园小旅行 当然要吃 对不对 军台告诉我 说他以前 在这个 就是在市立图书馆 还有桃园展演中心附近的一个饭店工作 他说工作的时间很短 可是呢 在这段时间呢 他最喜欢吃一家鹅肉 叫做南平鹅肉 南平鹅肉很有名 听众朋友 我问了桃园的朋友才知道南平鹅肉 是这一区里面最早开鹅肉店的 可是我来到这一区的时候 我发现这区的鹅肉店至少有五家以上了 好多家都在卖鹅肉 然后还有我在这里先讲一下 这个桃园展演中心 有一个名字叫做铁玫瑰 我那天呢 跟君彩 因为我们就前前后后走嘛 然后就发现这个展演中心的屁股后面 很像输了一个法际头的人 然后走到前面 就觉得他很像一只卤笋 竹笋 很像一只竹笋 我怎么看都不像铁玫瑰 然后结果最后是姚昆君替我们解惑 姚昆君说要从空中往下看 这个展演中心的样子像一朵玫瑰 铁玫瑰 名字是从这样来的了 可能一辈子我们都没有办法从空中往下看 可是至少你知道这个名字 好 南平鹅肉 南平鹅肉那天到了 就车停好了 之后君彩的脚步就变快了 因为已经接近中午了 我们是十一点半从台北出发 君彩我们一边过马路 君彩就讲说 你们等一下先去讲位置 看到位置就先坐下 我们三个人就跟大婶婆一样 就这样晃晃张张就过马路 因为南平就在十字路口 我们过马路之后 旁边就说 这边有位置 我们就一路就坐下来 有张很小的桌子 我们就坐下来 坐下来之后不久 店员就出来了 店员就把旁边一个东西移走 我们才我们真是兴奋到 我们坐在盆烫旁边 他自己不好意思把盆烫移开 就只剩那个位置 我们就赶快就坐进去 坐进去之后 就交给君彩来点菜 因为君彩在这里熟门熟路 然后君彩很有趣 因为我每次只要跟中君彩出去玩 中君彩都会把吃喝玩乐 包括交通的所有的事情都搞定 君彩点了几个东西 给我看南平 他们有一张大菜单贴在墙壁上 就是有一面墙就是菜单 而且是带着图片的菜单 所以感觉很像 我不会讲 这家其实也感觉很像 大家很熟悉的喝啤酒 的热潮店之类的 然后当然点了一个熏鹅 这个鹅点的是鹅腿 他们这个熏的东西 味道都很淡 不是说那种很重的味道 那所以呢 即使是熏鹅腿 你也不会有这种很深的颜色 很深的熏味 然后鹅的味道很干净 然后鹅腿很滑 也很好吃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点了一个米雪 这个米雪呢 是胖妹很爱的 那个米雪我只吃一块 之后呢 就不见了 消失不见 他们家的米雪呢 切的是比较方正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点了一个鹅啊汤 这个鹅啊好大哦 大大的鹅啊 零零零哦 还点了一个 这个是大家在抢的 就是鹅油拌面线 还有鹅油拌青菜 就是吃他们家好的材料 简单的做法 然后呢 我那天一进到 不是一进到 因为我们就坐在其楼下了 他们家这个摊位前面 就有摆了两大锅 一个是麻辣鸭血臭豆腐 另外一个是 呃 鲁桂竹笋 这两个都很有水准哦 而且我觉得这家 鹅肉店的调味 都没有你想象中的重味 也没有你想象中 只要是路边摊起家的 就有很多味精啊 鸡粉啊 那样子的一个调味品 并没有 呃 可是君才很细心 君才呢 点了一个便当给我看 我想说 哎 我们已经三个人来这里 怎么你还要点便当啊 那君才说 他以前在这边工作 最喜欢吃南平鹅肉的便当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们有追上 我们现在的影片 如果你们没有追上 我们的影片 照片也会上传到 王若瑶的超级美食家的 脸书粉丝专业 我喜欢这家店 这家店哦 其实哦 有一种不锈钢的碗 这个碗呢 我们之后呢 也点了一碗板条 这个碗的直径呢 超过20公分 这个便当就是放在 这个碗宫里面 好 汤碗 应该算是小碗宫里面 你可以看到 他切了几片鹅肉 而且是好的部位 然后还配上了两个青菜 然后在鹅肉上面 还挤了红红的 就是我们讲的 全台湾各地到处都有的 当地的辣椒酱 好 很丰盛耶 我故意叫君才哦 做一个拿碗 拔趴饭 就是这样 拔趴趴趴 这样吃饭的一个样子 给我录影 很时辰的一家店 而且我们吃的东西 也很多 非常多 最重要的是 这个店家的态度 因为君才跟我讲说 上网去Google 有很多人留下负评 负评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生意太好了 不是没有位子 就是什么 谁的态度不好 可是我那天 完全没有感觉 因为我那天一到的时候 我的这个记者魂 又发作了 我就赶快冲到前面去 我就要录这个 一个很可爱的 一个厨师 在切鹅肉 因为这些鹅肉都是去骨鹅肉 然后我说 我说我可以拍吗 那个小男生说 不行 不能拍 然后我就说 我想可是 我就跟他讲说 可是我想录 我想录那个菜刀 这样剁鹅肉的声音 就像咚咚咚咚的声音 你知道他有多可爱吗 听众朋友 他说是这个声音吗 他就站那边 一直剁 剁了十几二十下 他说那你录完了没有 我说可是你没有在剁鹅 他说可是你不是要剁这个声音吗 我们俩就在这边 你知道就是 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 那之后他当然让我录影 录了一段 录完了之后呢 其实他还没有录完 我就听到后面有一个声音 他说老板娘 你好了没有 我心里想说老板娘是谁 这里难道有女生吗 就搞半天 原来是男瓶鹅肉的老板在叫我 因为我刚好就挡住了 这个鹅肉店的老板的动线 我直接挡在那边 挡了好几分钟 他其实都没有抱怨 他最后最后就是问 老板娘 你好了没 我自己还蛮喜欢这家店 虽然桃园的朋友跟我讲说 其实因为桃园在这一区块 这个鹅肉店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或许南平鹅肉已经不是最好吃的一家 可是对于我来讲 我来吃南平鹅肉的这个印象 实在是太好了 太美妙了 而且大家知道吗 在这个秋天来的时候 我们坐在棋楼下 有一点风 还不到冷的程度 那天其实因为我们要去看戏 所以没有点啤酒了 所以来一罐啤酒 吃一点鹅肉切盘 然后吃一个热热的 他们家油葱酥很厉害 吃一个热热的粉条 还是米粉 我觉得感觉好棒 好啦超级美食家 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 听众朋友也要去做小旅行 这个小旅行 可以帮助你的这个人生 不但快乐 还可以提升你的品味 好 明天 不是明天 下周一中午空中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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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